今年的臺北文學記特展 回顧過去的文學手工時代 當年沒有電腦 作家要手寫稿件 編輯要一頁一頁叫稿重騰 而出版社老闆 他也需要天天看報看雜誌 才可以找新人 開展當天出版界的大老闆 總編輯還有作家 甚至合演了一齣小短劇 幽默呈現出版界不能說的 公開的秘密 出版界大人物集聚一堂 集體洩漏檯面下的秘密 有什麼創意 有什麼想法 盡量發揮 不要擔心 預算 你敢提 我就敢給 不過記得把錢賺回來 維京姐姐啊 2014年冬天 你就給我說 台北出版記憶 文學手工時代 你就要給我訂稿了 現在都2015年春天 我還沒拿到訂稿 你拜託 你不要再讓我為難做人 你知道嗎 三大通路採購 博客來成品技師堂 都來跟我要稿 都來罵我了 2015台北文學技特展 要帶大家回到那些年 傳奇的文學手工時代 所以我們那個年代我們要去看到作家在報上發表文章 我們要讀 發現有作家寫得很好的 我們就要寫信 我們就要打電話 其實哪個年代出版人都得實實在在的尋書找作家 尔亞出版創辦人影帝分享他的私房記憶 像我這個尔亞創作這個創業作 開放的人生王領軍 那個時候同時有九家在進行 在我回想 他為什麼把稿件交給一個創業的年輕人 我想他認為年輕人有衝勁 可能會對他這本書全力以赴 作家與編輯之間的秘辛 其實也有陽光的正面力量 因為有推稿 有盯他們 他們才會交稿 才會出書 我覺得這是一個 第二個就是其實給的 我覺得編輯跟作家 有一種是意識意有 作為編輯其實我們幫作家做加一 就是為他們服務 這在我工作室裡面借書率最高 還有投書率最高的就是金庸的小說 金庸小說讀者數以億計 這版設計師霍榮林的螢光色瓶裝書 更成了許多人對金庸小說的印象 那我那時候就想裡面遠流出版 那遠流呢 是一筆遠遠流藏的水 那灌溉了金庸小說的一片田 那我取了中國古畫 富春山居圖的一個軸 那我覺得我們可以用古代的畫 然後加上我們現代新的觀念把它採取 還有一個在上面塗了非常彩色 非常鮮豔的顏色 是適合年輕人再去看金庸的小說 用金庸故鄉的母親和呼應金庸的武俠巨著 上一輩的美術設計 文字用手工貼 繪圖得精準描繪 排版印刷對照現在的電腦程式 每一寸的修改都是大工程 在沒有電腦的狀況之下 你光是作家要寫作這件事情 就比較困難 再加上你一個編輯要開始改稿 好 改完稿之後 你又要再把它變成是簽字印刷 光是那個版面到底要花多少的人力 多少的手工才能夠完成 所以我覺得今天這個展 對我們這些編輯的後備來講 是很重要的 新一代出版人回頭看前輩 每一筆手稿都是台灣珍貴的文學資產 謝謝